谢谢 王先生很棒 我其实一直 记着凯歌导演 在上一轮跟我说过的一句话 他说你什么时候 在大冬天的雪地里面 你悟出了一身汗 就算悟明白了 来到这一轮 我看到一个是人敏 一个是幸尔节的表演 就是我感受到了 什么叫做在大雪地里面 还能够悟出一身汗 心无旁骛 的一个超然的状态 就是这是我来到这个舞台 希望得到的东西 感谢这个平台 确实演员请就位 对于我而言 我觉得非常值 谢谢各位 谢谢 好的 谢谢三位演员 那么接下来凯歌导演 要在他们三位当中 选择任意两位 来公布他们的票数总和 王强和张海宇吧 好 两位男生 让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大屏幕上的票数总和 好紧张 两百六以上吧 肯定两百六以上 好的 王强张海宇一共获得了 二百四十九票 好像唯独没上二百的 就是咱俩 所有参与在我们一起 第三 所有参与在我们一起 咱们倒是第二 我是偶像 我也想成为一名演员 不是三分钟热度 而是想要体会百事人生 为我所热爱的每一件事情 付出全力 质疑 嘲笑 不解 我已做好直面的准备 因为热爱 会给我克服一切困难的力量 看我多热爱 那么接下来我们有请 所有参与第二轮 供应的作品主演们 再次登台 可以的可以的 在我的手中有两张S卡 他将是在第二轮剧目 总票数前两位的导演 可以得到的小刘 接下来先看一下大屏幕 目前的排名情况 他们的票数相差 都是十四到十六之间 没有很多 我觉得肯定是我们能拿S 所以我们首先公布郭敬明导演剧组 目前没有揭晓票数的演员 燕子冬 他获得了现场的一百三十一票 恭喜燕子冬 郭敬明导演剧组 剧目总票数来到三百三十票 好够 恭喜小黑 接下来 耳东声导演花椒之味剧组 目前张岳和孙谦的总票数二百三十三票 我们未公布的是马苏的票数 好可爱 马苏的得票是一百三十九票 剧目总票数三百七十二票 吓死我了 一百三十九票 接下来 陈凯歌导演剧组 F小调幻想曲 目前公布票数的是 王强加张海宇等于二百四十九票 根据我们这一轮表演 结束大家的投票统计 胡馨儿最后得票 一百六十票 胡馨儿这一百六十票 也是目前揭晓的票数里面最高的演员 赵魏导演 剧场 已公布孙杨加贺开朗 总票数二百六十三票 好紧张 我别拖着大家后腿了 根据现场投票结果的统计 王智最终得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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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百一十二票 赵魏导演 剧场剧目总票数三百七十五票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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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轮 好 目前我们看到第二轮公映之后 导演的剧目有了新的排名 在这里我们恭喜凯歌导演 赵魏导演收获总票数第一第二名 接下来我们首先有请凯歌导演到台上来 将你的X卡交到你的队员手中 胡幸尔老师应该是我们全场得分最高的一个 所以你会自然地获得一张S卡 你会自然地继续在我们的战队中奋斗下去 这点我是有信心的 海宇你演得很好 但是你还需要白齿干头更进一步 这张S卡我给王强 王强 就是因为王强我觉得 在他面前作为演员的路还长 他说他是去年三月份才正式出道的 在一年多的时间里头 已经有这样长足的进步 我已经体会到 从他的身上所散发出来的 真正的大明星的魅力 谢谢导演 你一定会得到 恭喜王强继续留在陈凯歌导演的剧组 王强请发表你的禁组感言 谢谢 我的愿望实现了 我毫不避讳地说 就是我又能继续留在这个舞台 继续学习 谢谢导演给我这个机会 这个舞台我们就是要看演员成长 所以呢 我觉得我想把这张S卡 给目前为止知名度最低 流量最低的演员 我想看到他的成长 所以我会把这张S卡给贺凯朗 谢谢赵卫导演 恭喜贺凯朗 谢谢 王强 王强 我继续努力 我尽量不让你丢脸 我们的八部导演作品已经全部供应结束了 接下来有请所有的带定演员来到舞台上 有请大家 我们现在看到了